台灣的最高峰是玉山 海拔3600多米 那它可以遙望在祖國大陸 這個作品它是傳統當中 有這種當代的筆墨語言跟這種風格 那有很多的西方的這種典彩法 然後典墨法 然後到中國的這種米服的這種 這種傳統的這種涉墨交融 我都把它融合在我的這個畫面當中 形成一個比較時尚感 然後比較當代性的這種中國畫 藉由這件作品呢 希望我們早日團圓 7月13號 台灣畫家詹立芳協議服 月圓春色山水畫 來到李奇茂美術館 參加在山東省遼城市高唐縣舉辦的 十載墨漢書寫情緣 文化同根一脈相承 兩岸文化交流系列活動 詹立芳告訴記者 她這些年走遍祖國萬里河山 將所見所聞 所思所想 融進畫裡 匯出心中的相仇故事 希望用藝術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記者現場了解 遼城有江北水城兩河明珠城市的美誉 台灣知名水墨畫大師李奇茂先生 生前與遼城結緣 將李奇茂美術館落戶 中國書畫藝術之鄉高唐 十幾年來 這裡每年都會舉辦兩岸書畫文化交流活動 為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搭建平台 我們兩岸的一個交流來講 這是一個挺重要的看點 就是它比較便捷 比較容易溝通 比較快速 昨天我在跟台灣的畫家交流的過程中 我們有一些探討 這裡面實際上從文化來講 這是挺好的一個溝通的一個點 用這個美的審美的提升來提升人的這種精神 淨化人的心靈 從而來提高個人的素質 就是提高人民的素質 進而發展我們的國家 徐靖明是海峽兩岸遼城青年夢想家驿站運營人 此次帶隊二十餘名台灣青年參加活動 徐靖明告訴記者 他們會定期組織台灣青年學子來大陸學習交流 感受中華文化的精髓 山東遼城是古代遼災致疫 以及武松打虎故鄉的這個城市 所以許多台灣學生來到遼城呢 都會特別回憶起當時水浮傳的故事 或者是遼災的故事 這個是因為兩岸有著共同的歷史 特別是在書畫的藝術方面 山東的教育水平啊 比起各個省份都更為悠久 也更為濃厚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台灣作家 台灣的繪畫家的作品 也感受到一股深厚的情懷 許多台灣人民跟大陸 有著連結不斷的這種情感的維繫 活動中 兩岸創作者將聯合繪製的 中華民族一家親 文脈相成書盛世 海峽兩岸名家共會中國夢長卷 捐贈給高唐縣李其茂美術館